位于台北市迪化街261号的石河环境设计公司 除了负责一般装潢外 更积极投入了台北的老屋改造和都市更新计划 但将大学建筑系老师无声名 同时也是石河设计公司的创办人 我们石河毕竟是一个设计跟建筑公司的一业务师 所以我们在建筑上面目标是老屋的改造 然后我给妻子参与认为正确的都更 除了老屋改造和都更外 石河公司也曾经作为台北市政府 在迪化街的都市再生前进基地 比如说像当初在UIS的时候 我们不只是办了那些活动 那真的是我们觉得比较工艺性的东西 其实是很重要的 用把场地提供给民众 然后提供给艺术家那个机会来这边 只要你决定你的作品想要被展开 那他就可以拿 城市的外貌是由这群人出外里面的经理起来的 我站在我的角度来思考台北可以怎样 一个各行各业他都有自己的专业 所以他们应该在自己的专业上去思考 只要我多做一点点台北可以怎样 不是为了你自己 而是为了下一代或是为这个城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